我们再回来 所以这个IFCA2015年的GST 这个好消息终于都落幕了 那你就应该要趁高离场 这个趁高离场的位置 也会牵涉到我们当时候讲到的 Market给到IFCA多少倍的估值状态 在它最巅峰 也就是我说它在整个2014年到2015年 创了变成了亚太地区涨幅最厉害的科技股 当年它的涨幅还赢过腾讯 赢过香港的0700 你们recheck的母公司 我们都很意外 如果keep得住的话就不得了啦 对不对 但是不一样嘛 腾讯的公司面向的是14亿人的市场 IFCA只是面向我们马来西亚 对吗 3000万人口 而且是针对中小型企业的 但也是一些大的property公司 马来西亚我们记得当时候 跟他们的这个property公司的这个client 对吗 我们当时好像有数过 有数过他们的 他们的报告里面有报过出来 因为我有出席他们的那个 analyst briefing的 公司也在季度报告里面 老板有在季度报告里面 就是之后的业绩在向上升 因为我刚刚帮你收到的是300万 之后800万900万 那个没有时间讲了 现在10点多了 再讲的话真的是我们cow down cow down到12点 一起lock down 对吧 所以不能够虽然很兴奋 但是声音不行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 就很抱歉了 因为前面讲太high了 那没关系我们的重点还是 我们就skip掉中间的部分 你们其实自己去查一查季度报告 松大的高级班的JS课程 BIS课程的学员们 你们有这个年报跟季度报告 我们教过大家怎么去看 所以其实你去看回他的季度报告 你可以重演一下当年 他的这个业绩增长的时候 管理层给过什么看法 给过一些怎么样的 很有信心的喊话之类的 到他后来又是出现 什么样的观点 那我们在这边最后的 我们OT一下子 加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讲最后他的 那个拐点的位置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时间点 所以你心中有数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业绩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你不能够一直抱住他不放 因为之后他打回原型的 但是关于这个卖出点的问题 刚刚讨论了 对不对 以及那个高估的状态 有没有发生了 我们就在当时候呢 一起去calculate一下 他当时候的这个情况 同学们我们看看 之后呢 他其实这个行情呢 是有好几轮的 有点像我们的手套股 讲到这边的话 我们又拉一拉 我们的同学们先 OK 所以当时候呢 这个公司的第一轮的业绩 有点看啊 他的这个 第一轮的业绩300万 然后冲 就是冲了一轮上来 然后调整 OK 之后再来一轮 又调整 之后再冲一轮 OK 但是你不要跟我来数 什么波浪理论的那些 我不会数啊 OK 好 原来还有的 原来还有 所以我都数不到了 什么12345浪ABC 对吧 我敢不定吗 说好 我们现在时间 直接跳到这个地方 你看啊 同学们 4月1号跑GST 但是跑GST之后呢 公司仍然有业绩 就是股价仍然在向上 爬多几个月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贪心追进去的话 雷就打我了 因为你就在最高的地方呢 对吗 被抓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是都知道 业绩是会over的哦 一定会合理化 一定会被normalized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4月1号 对吗 在这里 当他要 我们的GST跑了 但是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生意啊 他的生意 对不起 他的业绩 是在5月才公布出来 所以在他业绩公布之前 其实已经可能没有 接到新的订单了 但是他的业绩还没有公布 当时候投资者 还是很 还是很乐意去退他的股票 所以这个就是market sentiment 这个就是 最unpredictable的东西 最不能够预测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本事预测了 所以你说 是不是一定可以 卖到最高 对不起 我没本事 大概大概 你不要在最高 被抓到 大概大概 你能够在最高 mock in你的mock fee 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然后再找下一个机会 对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 更应该去 坦然接受的一个东西呢 为什么要抢求 自己一定要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呢 对吗 你觉得 好的生意 够便宜的时候 可以考虑 对不对 你觉得它贵了 你可以分批卖出 对吗 或者一次卖出 卖出过后 你就要找下一个机会 专心找下一个机会了 对不对 不要对过去了的东西呢 一直在那边 将你自己 留脚兼去了 对吗 所以业绩 其实是生意做到 4月1号呢 就 其实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股价 坚持到5月 公布业绩过后 第二天就公 你看我们这边 公布业绩过后 这个就是他 公布业绩的时间 5月20号 5月21号 它就开始大跌 5月21号 它就开始大跌 然后叭叭叭 然后掉下来 一块八卦多 一块九 跌到一块四的时候 很多人来不及走 因为连续三天下来 很快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 很可怕的一个 杀伤力的地方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当时候 这个公司 公布出来的业绩 我们先算一算 当时候在这个 4月 第四季度 我们先将全年的 第四季度算起来 同学们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OK 在这里 我要将这个 earning per share 将它加起来 因为这个earning per share 是根据 大马交易所的网站 当年公布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 也将它的股价 回复到 没有受到 任何的bonus dividend的调整 所以回到 当年的那个价钱 所以你看 我还没有算到 它2015年的 我在这个地方 解开它 我只算2014年 全年的earning per share 说2014年 全年的earning per share 是9分 9分加 6 对不起 0.093 对不起 这个是send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不到1send 到0.673 到1.93 到1.893 所以这四个数字 加起来是多少 1.89加上1.9 它当时候还有 这个company warrant 我漏了提到这个东西 抱歉抱歉 怎么回事 OK来多一次 1.89加上1.9 OK我们再加上 加上什么数字 0.67跟0.9 加0.67加0.09 OK好了 3.88 3.88 对吧 3.89 send OK 我去double check一下 对一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它当年的 2014年 earning per share OK 这边是 这里就 这里是4.58 嗯 这个地方就会有 warrant conversion 影响到 OK 哎呀 这个地方 有点kick so 看一看线 三点多 对 OK 好吧 我们用 3.89 send OK 3.89 哎呀 3.9 比较容易了 我们用3.9 因为有一点的 warrant的conversion 应该影响到 这个东西 3.9 send 3.9 send的话 我当收的股价 当收的股价 我们回来这边 3.9 send OK so它的股价呢 是冲到 这个 before它公布业绩之前 before它公布业绩 它是5月20号公布业绩的 好 在它公布业绩之前呢 股价是在1块8毛2 OK 所以我就拿1块8毛2 除于 对不对 又错了 1.82 除于 它的那个 earning per share 我们要算它当时候的 Current PE Dynamic 走着的时候的 Current PE 0.39 对吗 OK 0.39 对了 0.039 0.039 对不起 0.039 3分9 OK 等于多少 等于46倍 等于46倍 OK so好 也就是说 它当时候的本益比呢 当时候去到 40多倍的本益比 好 那 其实你再找一个季度 再找一个季度 它还没有出那个 因为它当时候 公布出来的业绩呢 是 当时候 我们再将这个地方 擦掉啊 它公布出来的业绩呢 到2014年这个地方啊 900万 对吗 so 在它800万 在它800万刚刚出来 的时候呢 或者在300万到800万中间 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的股价涨了很快 然后它的earning还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 那个时候 它的本益比呢 是更加的高的 那 现在我们算它 1块8毛多 before它股价调整的时候 它的 当时候的本益比呢 是 呃 这个 40多倍 差不多50倍 它还有 它还有 warrant会convert进来 它的warrant mother 这个 它是company warrant 不是corrent 如果它的warrant 也convert成为mother share 那么它的票数会更加多 也就是说 它的earning per share 会进一步被dilute 所以它的dilute earning per share 是比刚刚我们算的三分多了 更加小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本益比呢 实际上的dilute的pe呢 是比我们 或者说我们 对 dilute的pe吧 会比我们刚刚算到的 差不多50倍呢 来得更加的高 啊 so当时候呢 这个就是 对于 呃 我们当年的 呃 银行定期存款 应该还在48 3点多48千左右了 哈 ok so FD rate convert成为 大概25倍本益比的 一个合理状态 但是它呢 是比市场上面 fair value的 这个25倍本益比呢 是贵了一倍以上的 因为包括它的warrant convert的话呢 它的 本益比呢 是高过 呃 这个 高过50倍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业绩停止增长 然后股价就开始下跌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是想 呃 具体的 讲一讲 当时候的那个 业绩 呃 要 最好的业绩要公布完了 之后它就可能会进入 业绩 失去增长速度的 那个情况 那然后 在业绩 最好的业绩公布之前 它的估值状态 又去到 大概在什么样的水平 是相对 当年来讲 非常非常高的状态 当年 你的public bank 都可能是 十几二十倍 比一八两 对吗 啊 我们去看回去 当年2014年的public bank是多少倍本益比啊 嗯 十几倍罢了 2015年的public bank都是十三十四倍 对吗 OK so public bank都很少超过十五倍本益比 啊 当然当时候的 呃 他的财务报告的 改善 还有对 转主板的所有的 各个方面的好消息 还有他派dividend 所有的消息都是出来的 啊 还有他的 三十大股东里面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机构型的投资者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 甚至外国的机构 买入他的股票 但是之后 当他的公司的业绩增长 结束之后 他就中代为是双杀 OK 估值就不在 人家不再给你几十倍的PE了 就跌回下去 price to book也跟着跌下来 因为你没有业绩的 支撑不到 这个增长率 大量的套利 大量的这个止损 令到你的股价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OK 我们回去IFCA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第一轮的急速下跌呢 是到这个 打回到五角前的这个位置的 OK 第一轮跌到这个九毛 然后反弹反弹之后再下到 每一轮的下跌都是非常快 以及将反弹 做反弹的那些人呢 套到你死死的 所以这个就是 当时候戴维斯双杀造成的威力 第一轮呢 就是从一块八跌到这个九毛 第一轮就杀了50%下来 然后反弹之后再跌多一次50% 所以这个第二轮的下跌呢 就不是业绩增长失去速度 而是业绩直接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就发现 如梦初醒了 原来他的这个GST的这个 这个业绩增长呢 已经没有了 所以投资者就 全部转去别的股票了 所以这个股票就变成了 突然间从万人 争宠的一个对象 变成了一个 好像没有人理的孤额这样子啊 当然以后他会不会重拾雄风的话 是另外的故事 我在这边只是讲当年的故事 现在他有新的变化 COVID-19造成的新常态 也可能会对公司的 整个行业的landscape有影响 然后现在公司的产品 也不是做这个GST的 对不对 他也在协助一些中小企业 做数码转型 说有兴趣去了解这个公司的 同学们就另外去研究一下 这个公司的状态 还有他的现金 美股现金啊 对不对 公司好像还有很多的cash在bank 他一直在保留这些现金 是不是有计划的 要做这个发展啊 还是这些现金是 在他的中国大陆的account 他不容易掉出来呢 这些我还没有去吵 OK 我的分享呢 就将这个故事呢 就聊到这边了 所以希望同学们 在我们今晚的这个分享里面呢 会有从过去的往事里面呢 拿到一些新的启发 希望下个星期一的直播呢 同学们同样会来 support 陈建老师的这个Facebook live OK 今晚我们就到这边了 各位同学 Good n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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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